大马乐台新晋创作才女 伊瑟罗艺师 26号推出全新个人专辑 《动静》 多位村中好友 包括电台BJ 都出席了记者会 足以证明她在娱乐圈的好人员 很讨厌的 这些人 一直FNX 我跟我说 你不会来说很忙 看她怎么样的工作在身 我这样子用全部都出现了 是啊 这么土的招 没有人在用就对 对 可是我真的相信他们没有办法 原本推出专辑是一件值得开心的事 专辑总监郑可望和王诗豪 却在记者会上弄哭罗艺师 他这两年走过来 然后看见当初他所表现的 他让我们得到感动 又去过我们刚才包片的这个东西 已经这样放成了一个很灿烂的花 全新专辑动静深入快慢曲风歌曲 展现罗艺师双子座的个性 到底罗艺师比较喜欢动态的自己 还是静态的自己呢 我觉得两个都是我 我需要动态时候的我 来让生活很丰富 我也需要静态的我 让我的思绪去沉淀 然后去想更多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两个都重要 两个我都喜欢 由于新专辑制作费 比前一张专辑多了一个位数 因此罗艺师不敢掉以轻心 甚至在造型设计方面 特别找来大马创作才女歌手 Penny戴Penny为她操刀 这次找来Penny 她也是就是跟我聊天当中 她也是觉得说 你已经不是以前那种 怎么讲就很乐活的女生了 现在的你比较像是迈向 烂烂迈向 有点有小女人的感觉 那我们就应该 你应该把这个方面的东西 去呈现出来 我们就有很多讨论之后 选衣服等等 就头发等等 妆容 就一直不断地去讨论之后 就有现在这样子的一个造型的罗艺师 所谓有其母必有其女 原来艺师的妈妈 哥哥以及姐姐 都非常喜欢唱歌 艺师也表示 将来有机会扮演唱会的话 会与家人合唱 这一次其实专辑里面 有一首歌 就是之前我的公益歌曲 明天还有希望 就是基二三十十周年的歌曲 然后就找来了我的小侄女 就是我姐姐的女儿 来跟我合唱后面的部分 所以其实这样的东西就已经有了 如果以后有机会 可能开演唱会什么的话 我觉得找他们来玩一下 娱乐大家一下 应该也不错 曾经在2008年 娱乐家奖 夺得最佳新人奖童奖 罗艺师今年 看好东宇哲 以及阎婉茜 我觉得东宇哲 他是非常厉害的 这两个男生 然后非常阳光 然后很可爱 非常有潜力的 就是又能唱 又能够跳 然后说话也非常的funny 就是属于现在 大家流行的那种潮人 然后还有一个是阎婉茜 我觉得他非常有个性的一个人 虽然现在最近 比较沉寂下来了 可是我还是非常期待 能够看到他的新作品 然后至于这次鱼血奖 能不能够角逐 我觉得如果说没有办法 能够入围还是什么的话 我觉得也没怎么样 因为毕竟是 自己很努力的成果 然后交出了成品给大家 如果大家没有觉得这个东西 它好到能够角逐 认合其中一个奖项的话 我觉得也没关系 因为I try my best 然后如果说不够好 你们觉得不够好的话 那我再也没有理由 下次再来 有多位本地音乐人 包括彭学斌 全力打造的罗艺师 动静专辑 已经全马上架 5G频道 与热爱本地创作的朋友 一起为好声音加油 无关时社采访报道